那疫情看起來是很穩定 只有明天記者會就暫停一次 前一天才說因為疫情穩定 不開記者會的指揮官陳時中 沒想到隔天就出現各種染疫症狀 陳時中有明顯的症狀 長時間相處的工作統治人 恐怕也提心吊膽 所幸目前防疫五月天 包括莊仁祥 周志浩 王碧勝和羅毅君 四人都是快篩陰性 目前也沒有症狀 會匡列的也只有同住家人 由部長進行自主回報的時候去前列 那應該是他的家人而已 但醫師黃利明也提醒 陳時中已經高齡68歲 還曾經裝過心臟支架 本就是可以使用抗病毒藥物的 高風險族群 但陳時中會是高風險的關鍵 還是在於抽菸 因為戒菸時間不長 肺部功能還沒恢復 仍有重症風險 陳時中需不需要使用口服藥物 指揮中心這麼說 副長他的狀況 他的主治醫師會做最好的安排 但更詭異的是 想要禁逐下任台北市長的幾位 台面人物似乎都相繼確診 像是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最先確診 再來就是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現在再加上陳時中等於藍綠白陣營 有意參選的統統中標 難道染疫成了選市長的門票嗎 先把自己保護好 三個月之後還是危險 疫情確實還是很嚴峻 醫師就提醒 不只指揮官自己都染疫了 陳時中所說的疫情平穩 也未必如此 可能要到八月九月 黑數比你實際上知道的數字還要多 陳時中也得在七天後 結束居家照護才會回到崗位 而在那之前 陳宗彥將會代理指揮官職務 疫情也還處在高原期 看到連指揮官都染疫 防疫恐怕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和我們繼續 國豪A3G小組 台北報導